在新版的美国玩童节目中 我们开辟了一个环境与新能源的专栏 每个星期定期介绍节能减排的新消息 在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大都市 交通堵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高峰期间 不论是北京的三环路 还是华盛顿的495号公路 堵车让人寸步难行 美国每年在交通堵塞上 花费的汽油和时间相当于1150亿美元 那么就有人突发奇想 如果把汽车坐得窄一点 一条车道上可以同时行驶两部车 那么马路的容量马上就提高一倍 那么交通堵塞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美国玩童记者刘文明 给我们介绍这样一部可爱的Tango电动车 根据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2011年的最新统计 美国每年在交通堵塞上 浪费掉的汽油与工作时间 折合成美元高达了1150亿 堵塞的交通已经成为世界各经济大国 在资源浪费与环保议题上的头号问题 如何来解决 一部宽度只有一张座位 名叫Tango的电动车 试着为此提供解答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 只需要使用不到一半的行车道 就可以行驶的汽车 你可以钻空子 或开在两个车道中间 因为它的车子宽度 比有些重型摩托车还要窄 他叫瑞克伍德伯利 是这辆宽只有39英寸的Tango电动车的发明人 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斯波坎市的通勤族汽车公司的总裁 通勤族汽车公司的创立 就是为了制造专门用来通勤的汽车 这也是Tango存在的目的 Tango和通勤族汽车公司的诞生并不偶然 它和我的博里个人的上下班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Tango会出现的原因来自30年前 当时我在每天上下班的途中 被堵塞的交通困得动弹不得 而我看了看四周 发现每部车子里都只坐了一个人 当时我就想 这简直是时间和空间的极度浪费 小巧可爱的Tango 于部加了顶棚的摩托车相似 只有前后各一个座位 乍看之下 很少人会将它与跑车联想在一起 Tango是一部超级跑车 它不但是一部能最快速穿越堵车现场的车 即使在短程赛车道上 Tango也是最快速的车主之一 隐藏在Tango的底盘下 是两套强力的电动马达 共能够产生600千瓦的能量 相当于805匹的马力 而扭力更是惊人 高达每英尺2500磅 大约相当于五辆 到齐17缸跑车 Viper的总和 托马斯·葛瑞德 是一家健康食品公司的老板 Tango则是他的坐车 我拥有过很多名车 包含了宾特利和马沙拉蒂 但Tango是我拥有过最吸引人 也最有开车乐趣的车子 它的加速由静止到时速60英里不用4秒钟 可以打败多数的法拉利及保时捷 这部车加速到四分之一英里 只需要11秒 仅比布加迪的超级跑车 V龙慢了半秒钟 但V龙要价120万美元 Tango的速度是超级快 推动Tango的电力 来自置放于座位底下的1000颗锂电池 充宝电 Tango能够行驶120英里 而这份强劲的能量 却有着中国的血统 这是来自中国的锂电池组 这1000颗置放于座位底下的锂电池 也扮演着降低车身重心的功能 使Tango在高速过弯时 还能够保持车身平稳 不会翻车 这也是Tango车主 最经常被路人询问的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 这部又高又窄的小车 在转弯时很容易翻车 但他们不了解 所有的电池都在车底 所有的重量也都在车底 所以转弯时车子非常的稳 这是人们最经常问的问题 在市区里停车 那更是Tango的那首绝活 因为它既短又窄的车身 很容易就可以在停车位的中间 钻空子找到自己的车位 汤姆·伯伊德 是一位肿瘤专科医生 也是Tango的车主 这部车可以停进不是车位的空间 像是一排停车位尾端不够停车的空间 Tango只有一般车四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挤进很小的空间 有点自己创造停车位的感觉 Tango到底可以挤进多么小的空间呢 搜寻引擎巨拨五个的员工 曾经在一个四月一日愚人节的当天 开玩笑地将Tango开进了公司执行总裁 埃里克·施密特非常谦逊的小办公室里面 让他体会这部小车的特异功能 也难怪伍的伯利会对自己的发明 说出这样的好语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的汽车 我知道中国有着严重的交通问题 我敢说只要所有承载两个人以下的小汽车 都换成Tango 交通就没问题了 去年的中国金藏公路大塞车现象也不会发生 Tango诞生以来的第一位车主就是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 所有的车主都不是简单人物 因为他总共只生产了11辆 这么低的产量让他的价格高达了15万美元 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承受得起的 15万美元只是因为低产量 当我们进入批量生产之后 我希望价格能够降到1万美元以下 目前伍德博里还在持续寻找能够让Tango 进入量产的资金 同时也继续改良Tango的性能 让充电一次的行驶里程达到240英里 像这样一部城市电动小跑车 如果售价真的低于1万美元 谁不想拥有一部呢 美国文化统计者刘恩明 发自斯波坎市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